四十九日天唱时尚首部都市情感疗愈细微电影《爱的定制》在京举行发布会 台湾知名型男连凯协众主唱《魅力登场》为影片宣传造势 当天连凯一身敌铁女的西装帅气亮相 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两岁孩子的爸爸 四三二一 恭喜恭喜《爱的定制》的正式启动仪式 恭喜各位 近几年影视圈流行界娃娃亲 这部近日旧消息称吴彦祖的女儿和连凯的儿子也订了娃娃亲 难道吴彦祖与连凯这对好兄弟是想亲上家亲吗 两个孩子见过一次面 他们互相有没有感觉我不知道 对这个艺人吧 以后长大再说吧 近日真人秀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引发全民观看热炒 萌宝贝加帅爸爸的组合受到了观众的热捧 连凯表示相比于节目中状况百出的爸爸自己应该更称职 我觉得我没问题 我平常我跟他交往跟相处都挺好的 他比如说他小时候换尿布也都是我的工作 唯一可能会比较困难就是烧饭 我可能烧饭不太行 原来自从有了儿子连凯的工作中心几乎全部放在了家庭上 出去必要的工作下班时间都在家照顾孩子 帮孩子洗澡喂饭玩游戏 看来这又是一位超级奶爸呀 我现在其实陪儿子的时间是一定要的 每天一定要 我现在怎么安排呢 我除了拍戏之外 还有我那个特效化妆的公司 然后其余下班之后的时间就是在陪孩子 带孩子